孙杨结束亚运会首演 在200米次的预赛中 孙杨以1分47秒58的成绩轻松删入到今晚的决赛 本场比赛 孙杨的目标将是得金盟 在200米次游泳这个项目上 孙杨已经多少年没有敌手了 2016年里约奥运会 以及2017年布达佩斯世界游泳竞标赛 孙杨在男子200米都拿下了冠军 成为世界上数位在男子200米 400米 800米 1500米中长距离自游泳上全部夺取 过世锦赛金派的选手 大满贯成就达成 因此 亚运会赛场上的200米 他是在必得 此番出战预赛 孙杨显得非常轻松 他没有遇到什么讨厌 就轻松游出了第一 最终 以1分47秒58的成绩 轻松删入到今晚的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 升级亚运会上 孙杨在这个项目上输给日本的交易攻击 只拿到银牌 这一次他对于200米亚运会冠军是在必得 而孙杨在决赛的对手 主要还是来自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200米 孙杨还将在20日 21日先后进行800米和400米自由泳的比例 1500米自由泳 则将于24日进行 紧张的赛程对其体能也将是巨大考验 不过从孙杨目前的追求来看 他依然渴望拿下的是多金王的荣誉 这是孙杨第三次出征亚运会了 他的坚持让外界感慨中国体育游的真好 能够保持这样出色的状态 更是让人赞叹不已 现在可以期待本届亚运会孙杨的首枚金牌了 有关于是